女排标林雨的一个动作深得郎倒好评,为世锦赛夺冠加分中国女排,在世界女排联赛上的成绩不是很理想,总决赛即拿到了第三名,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二船欠佳,没能完美的配合朱婷打出更好状态,郎平带领女排姑娘回北京基地接受严格训练,为了能在世锦赛上多拿一份,现在就必须花费多12分的精力去加强训练, 在集训中,表现特别的刻苦的有术后接受集训的张长宁、新星李盈盈,以及二船代表刁林雨,张长宁术后康复效果很顺利,在集训中迅速恢复赛前状态,但是体力仍然有所欠佳,需要加强训练,李盈盈在世界女排联赛后两场比赛中,从强大的美国队中逆袭博回一局,燃起了郎平对她的期许, 在季军争夺赛中,更是首发力压巴西,但是一船跟二船的问题仍然存在,回北京集训后,李盈盈表现出了出生牛犊的精神,深情加恋的表现,更受郎平看重,然而女排最大的问题是二船不佳,在训练中场休息间歇, 刁林宇的一个动作,深受郎平好评,在姑娘们借算各自休息时,刁林宇并不松懈,与队长朱婷进行了长时间的技术探讨,明知自身存在短板而不逃避选择直面,并向队长醒觉的虚心态度,是每一个女排姑娘进步的最好方式,刁林宇做到了,并继续投入更大精力,去训练二船失误之处, 刁林宇虚心求学的这一举动,被郎平看到了,郎平也多次,指导刁林宇传球技术,只有整体上把握好了,相信每一次成功的二船,都能为世锦赛加分。